由于明政府还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 所以并不是寄人篱下的流亡政府 而是一个正式的国家 只不过呢 其实际控制的范围仅限于台湾地区 1683年 大汉奸施朗指挥清军攻占台湾 朱树桂自杀殉国 明朝才算是真正的灭亡 南明政府其实在南方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天地会 就是在广西等地活动 那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 都是起于南方 天地会的存在 说明虽然台湾的明政府灭亡了 老百姓仍然是心向大明 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领导人 在光复了南京后 也都去拜了明太祖 史实证明 大明才是老百姓心中的中华征朔 历史教材写明朝 不应该只写到1644年 而应该写到1683年 至少也要写